你们总是叫咖哥改这个改那个真是弱爆啦 我想让咖哥给我们改一个布莱泽奥特曼 而且正版人偶我都准备好给他啦 哇塞 现在粉丝啊 是要求越来越高啦 我的天呐 既然要改的呀 用短胶和布鲁克金布人结合制作 布莱泽奥特曼 这个是第一次呀 破 哇塞 这样搭配出来的新奥特曼 你们想不想看啊 哦 哇 好这么大个箱子啊 就来看看他给卡哥接了什么 哇塞 这真的是 500系列的奥特曼软胶啊 哦 而这里呢 哇 还有两个金木盲盒 天呐 这应该是万代 第一个布莱泽的奥特曼人偶了吧 哦 哇哇哇 背后还有一张超帅的街机卡 然后你来看 布莱泽奥特曼啊 有点像吉尔贝利亚 和赛加的合体 对不对 那特别的地方呢 还有这贝奇 哇 简直是野心十足呀 紧接着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金木盘盒藏着什么 哇塞 全新版第七弹 哇 这包零件超级大呀 来看看这莫斯阿甲 霸不霸去 诶 那我们的布莱泽成品 不就有对手了吗 紧接着 第六代看看 会是什么惊喜呢 哦 没想到啊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禁止骑士 诶 我问了一下 原来他这两个 想给卡克提供素体来改造的呀 哦 第一次做这样的改造啊 卡卡是有点紧张的呀 我们先把要用的部分 因为一线勾起来以免切错哦 另外呢 还借来了一对折塔的肩胛 为了各玩员啊 卡卡把他们和胸甲一起打磨了一下 哦 脖子真高的地方呀 哇塞 卡卡找到了一个 非常适合的乐高零件 哦 经过补土和打磨塑形之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去 腾底漆啦 肤体捕射钢透后 就是这样的啦 大家记得我们赶紧来上吧 来个奥特曼登场 这是卡克第一次 这么大动作的改造一个奥特曼 哇哦 虽然改的不好 要请小伙伴们 点赞支持一下呀 呜呜 哇哦 莫斯阿甲 就来搞破坏啦 不然叫板几层 哦 哇哦 奥特曼登场又一次 保卫了地球